我觉得刚才亚军说 技术只负责真相 不负责对道德的规范 但我觉得我们对技术 本身得有一些规范 是的 因为你看我们在依赖技术以前 我们很多的行为 是靠彼此的信任 情感来规范的 但现在因为有一个精准的技术 我们就依靠技术 非常简单粗暴地 告诉我们一个真相 所以一切就是在光天画之下 会非常冷冰冰 有时候很残酷的 所以我觉得人类 必须要用我们的智慧 去规范那个技术 但是目前看来 还缺失这一块我觉得 目前没有这样的规范 这就是一个漏洞 我们这个时代 是有一些职业和有一些行业 它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守护真相的 守护真相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会残酷 首先真相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会没有人请问 但在我的判准里头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你在守护真相的时候 体现出了一个专业人 特别了不起的光亮 每一个人是有的时候 非常害怕幸福 像泡沫一样被戳破的 但是一定要有一些人 他们不怕 所以亚军老师 你是不怕的那些人 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谢谢 留一个问题给大家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会觉得 听了亚军这篇演讲的朋友 我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问我自己 和在场的人 如果你深爱你的孩子 但是你有同时非常怀疑 他可能不是你亲生的 你会去做DNA鉴定吗 不要做 不要轻易做 我是不太提倡 我肯定是不会的 如果全社会都嫌弃一个这个 那有点乱了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因为我看过一部电影 就日本的一个电影 叫《如父如子》 它讲的是 是因为护士的失误 然后两个小孩 那个在医院里报错了 报错了 然后他是一个小孩 是在一个家庭环境 比较好的一个家庭 一个小孩 就是属于普通的这些家庭 后来医院通知他们回来 告诉他们 给他们道歉 包括给他们赔偿金 就说这个 那报错了 是我们的失误 这个小孩 大约都在六七岁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 两家人接触 然后互相说尝试 就是说让小孩互相换 就是回归嘛 然后适应 让小孩想适应的 新的爸爸和新的家庭 其实两个小孩 已经都适应了 都已经开始 逐渐接受了 但是两个父亲之间 然后两个家庭之间 最后还是做了一件 就是算了 我们就这样 就是错误下去吧 单纯从基因科学 这个角度来讲 我曾经怀疑 当时美国 要打萨达姆的时候 会使用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 就是任何一个炸弹 扔在伊拉克 所有的人都不死 就是萨达姆他们家族的人 全死光光 这就是叫基因武器 可以的 美国就有这个基因武器 正因为我研究过一段时间 这个基因武器 它是生物武器的一种 我们中国大约是在 九十年代某个时间 美国的一家 大学里边的科研机构 委托中国的某个 中介公司吧 也类似科研机构 帮他们采集 我们某几个少数民族的血液 然后采集一个人 可能给几十块钱这样的 他们就会很积极地 去干这个事 到处是采集 我当时就紧急地 发表了几篇文章 我说这个东西 有可能它会建 人类基因库 就是这几个少数民族 如果血液给它以后 就有一定的麻烦 你比方说 它如果跟基因武器 联系起来 跟人类基因图谱联系 就很危险 会 一定会的 是吧 不同人种 它对基因的 易感性和敏感性都不同 可能比如说 对白种人没有关系 但对黄种人就伤害很大 或者对我们黄种人 没有关系的 一个小小的感冒 可能对某些种族 就是致命性的杀伤武器 是这样子的 下次我们聊到这个话题 谢谢 谢谢 来 投票开始 谢谢大家 看一点啊 好遗憾 谢谢大家 无论如何 谢谢大家 谢谢亚军让我们真的脑洞大开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我已经做了十五年了 而我现在的状态 就是我想 其实在演讲中提到的 我只对真相负责 很多情感的东西 被我们剥离出去了 因为这样你才能做一个 理性的司法鉴定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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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